请继续封部队的新闻 您的感觉 是不关键的 买位 泰芳 我是请你来提意见的 说说问题吧 真的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特别佩服你 你专业就丢了这么多年了 还能做出这样的片子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好吧 我接受你的赞扬和肯定 你们那个策划案进行得怎么样了 不太顺 为什么 周星在南山也拍了一块地 宁可损人不利己 也非要跟程海对着干 我们的很多策划案 都得重新调整 你说他跟李海的这个结 怎么才能解开啊 我估计这辈子都没吃亡 刘女士 周先生过去因为工作繁忙 对家庭有所疏忽 其实呢 这些都是小问题 周先生一定会改进的 还希望你看着你宝贝女儿的份上 给她一次机会 她在外表八二年也算小问题是吗 关于这一点 之前周先生的确有不检点的地方 是应该好好反思 不过呢 浪子回头金不换 现在周先生 已经是彻底地洗性革面了 袁月的电话我这儿已经删了 你有她的电话 你可以给她打一个证实一下 我已经把她赶出去了 够狠 还在身边 我把她的姿勾都缺了 我现在知道只有你对我好 同时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连这话都说了 看来是真急了 二十年的夫妻 有必要闹到一定要离婚吗 要我抄缩 也行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 是吧 只要把你公司所有的财产 都转移到我名下 我马上就撤 刘女士 您的条件 恐怕有点伤感情啊 谁告诉你 我跟他还有感情啊 你们毕竟 曾经是一对患难夫妻 三年前 周星跟我提出离婚的时候 请的也是您这位律师吧 当初您为什么 不这么劝劝他呀 我告诉你 周星 三年前你已经把我们的感情 彻底伤没了知道吗 你那个时候不是说过 这辈子都休想离婚吗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准备什么呀 想知道可以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三年我请了三个律师 他们各有专场 就是为了今天 此时此刻对付你 你知道吗 像你有多少情人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有多少资产 这几年都转移到哪儿去了 转移什么地方了 我一清二楚 你早就在算计我是吧 错了 那是咱们夫妻共同财产 我只不过是把该属于我的 数清楚而已 听明白了吧 什么叫把属于你的 数清楚啊 那些钱是我流血流汗 我一分一分挣了的 我凭什么分给你呀 得了吧你个没良心的 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 当初要不是我给你 出主意跑贷款 拉关系打点人情 说不定您现在 还在摆地摊了吧 刘姨 你喊 上法庭我会高喊 你最近跟海子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 我平时啊 最恨那打小报告的人 怎么了 我今天啊 就要做一个 我平时最恨的那种人 我要跟你打一个 李海的小报告 什么小报告 那天啊 他无意当中说漏嘴了 他最近啊 又跟那个赵小飞联系上了 鬼子又在村口游荡了 我已经把消息数 给你放躺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该怎么样 该立即是怎么样 可不是你笑什么呀 我也要跟你说个事 刚才来之前 就在跟鬼子一块看片子呢 不 你什么人啊 你都知道了 你想想看啊 赵小飞现在是 马林公司的创意总监 那马林呢 又代理了海子的南山项目 他们经常有接触 那不是正常吗 你应该立即制止他们呀 你不想啊 鹰子在未成年之前 所有的股份 都在你名下呀 你一句话 就能把林海变成宅男 你可以否定他所有的决定啊 你知道吗 其实是我坚持 让他选择马林公司的 你这叫引狼入室 这种女人 你该把她撵走 你该把她撵得远远的 九二九十 时间长了 早晚要出事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 明镜若无台 何处惹尘埃 好 妞妞 妈妈回来啦 看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啦 妞妞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还在为没有男友着急上火吗 你还在为妞妞没有爸爸幽灵流泪吗 下面我将为您推荐一款绝胶产品 亲爱的客户朋友 此刻站在你面前这个男人 无论外观还是性能 都达到国际先级水平 更重要的是 出于对你的了解 本公司还对这个男人 进行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改进 使之更符合你日常生活的个性化需求 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要几千万的 我们这款产品 今天当优惠免费自送 还在等什么 赶快把它领回家吧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小二了 你们俩在干什么呀 妞妞 干她 现在叫我什么 爸爸 还需要我解释吗 你 你不是认真的吧 我 我马林 什么时候不认真了 我 我以前怎么都 一点没发现啊 你知道 当初我为什么从程海辞职吗 不是因为年薪吗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想追求你 但我发现你和丽海好上了 丽海是我老板 我跟他的竞争不会公平的 所以我必须辞职 你是为了我 当然 谢谢丽海 你 你不用马上做决定 你可以考虑一段时间 也可以去别的店面 比较一下 但我想你保证 你找遍全世界 也找不到 像我这么理想的货色了 因为这是上帝 特地为你打造的礼物 百分之三十 同意的话你就签字 不同意的话 那咱只有法庭上见了 我股票 基金 房产 债券 我全部都给了你 刘一 你是得寸进尺你知道吗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百分之五十一 你信不信 左总 刘女士 你现在手上的财产 已经有了一个亿 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您还要超洋的百分之三十股份 我估计就是到了法庭上 法官也不会支持你 根据我们计算 超洋的市值可超过了八个亿 我要是那么值钱 我做梦我都笑醒了 我再说一遍 超洋就值八千万 要不就这样吧 所有的现金 股票 债券 房子 全部归你 超洋呢 归我的当事人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股份切割不是简单的减法 而是一场 谁都无法预料和控制的震荡 因为股东变动 而一蹶不振的公司比比皆是 如果超洋因此而一文不明的话 那么受损的不仅仅是周星 还有你 刘女士 量你们的牌吧 超洋归我的当事人 剩下的都给你们 此外 超洋每年历任的百分之十 归你们 百分之五十 刘女士 我看这样吧 我们再退一步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五十 不谈了 不谈了 大不了上法庭 大家都别火了 百分之十归我 百分之四十是给娜娜的 看看啊 你女儿已经十八岁了 非常独立 也非常有主见 我每次给她寄钱 她都买礼物寄回来 还有 这是她特意嘱咐我 是专门给你买的礼物 周星 你想跟我同归于尽 我也不怕 但我跟你之间毕竟有个娜娜在 你不觉得我们该给她留点什么吗 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随时都能见到娜娜她 她已经成年了 只要她愿意见你 随时都可以 百分之五十我同意 来 叔叔 我终于 把周星 这王八蛋给打趴下来 我赢了 知道吗 我赢了 我赢了 对 我慶祝一下 干杯 干杯 来 来 来 干杯 干杯 我压抑了 五五年知道吧 五五年哪 我今天呀 此时此刻我才感觉到痛 你知道吧 周星她最爱的不就是钱吗 行啊 我让她两个月之后啊 资产缩水二分之一 我呀 我这一万富婆 我 我赢了 我赢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 你在寄妥 亲爱的 你觉得你快乐吗 你为了恨她 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现在连娜娜都懒得理你了 是不是 你是现在有钱了 可是在生活当中 你没有什么是快乐的东西 可怜 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有好多好多的钱了 我可以一直一直一直都高兴下去 是 你有一个多亿 可是你用那些钱 你能买回曾经让你痛苦的日子吗 你能买回一个完整的家 买回一个真心事意爱你的男人 你能买回那个曾经爽朗 漂亮的 活泼开朗的刘英吗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说什么呀 你喝多了 刘英 你别理她啊 她喝多了 房子是租的 车也是她公司名下的 现在我除了这点婆婆 和那点衣服 什么都没有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我错就错在 我不跟在地震的时候 我去相信周星 我觉得一个男人 在这种为难的时候 他还不会丢下你 他这辈子肯定都不会扔下你的 谁知道 他还是把我给扔下了 我就应该继续做那个 那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那你就还是逃不掉 被男人抛弃的下场 赵飞 都这时候了 你还诅咒我呢 谁诅咒你了 我是在告诉你规律 你是为了钱而去的 那别人就会为了钱抛弃你 不是 你这意思就是 就是我自找的呗 是啊 当初你自己不要尊严 你现在就不能怪别人 拿你不当回事 后来他说得对 在这场离婚大战中 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我虽然得了那么多的钱 我其他呢 我什么都没了 刘映 刘映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 你 你还有娜娜对吧 她已经长大了 她不需要我了 那你还有我们呢 尤其你有她 她说她要做一辈子老圣女 只有她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们 尤其是你 我告诉你 咱俩遇到的事 一模一样 凭什么你能过关 而我不能 告诉我 媛媛 其实 你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 完事不够 其实你内心深处 一样渴望有一个男人 真心实意地爱上她 不然你不会在那一瞬间 被揪心打动 行 你还老说 你要拿青春和美貌去换钱 你觉不觉得 你的这种交易 才是让你自己吃了很大的亏 是 是 你现在是有点钱 可是你想想 这整个过程 你愿意去回忆吗 我太不愿意回忆了 真的呀 我现在一回忆我就伤心 我就难过 我 我甚至我不能饿去 我甚至我不能饿去 我是不是皱眉头了 都拧得一块好几天了 好了 不过你放心 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吗 周星 他竟然也在南山买了一块地 发誓要跟我竞争到底 我们想了一些招数 可都不是最佳方案 直到昨天 小菲出了一个告照 说 那就索性跟他合作嘛 那又可以双赢 对啊 对什么 对 你要知道现在 周星呢 只留了朝阳公司 他把现金 房子 股票大部分都给了刘英 我真没想到 他会有这么大方 这么慷慨 根本不是他慷慨大方 是刘英准备的充分 不过呢 我要说的不是这些 你要说 他的家产一大半已经没了 尤其是现金流 他现在应该是 非常非常迫切 有人跟他合作的 我显得住啊 我显得住啊 老板 在 照他这样 原风不动 给我来一份 好嘞 李海 我怎么听说 你每个星期都要来这儿吃两份 坚持了十几年 那说明味道一定不错 找我有事吗 当然 说吧 什么事啊 说来求饶的 还是又没钱了 让我借钱 我要跟你联手开发南膳 什么 把你的地和我的地 咱们合成一片 联手打造 你以我的脑子里面 是这碗米粉吗 我们两个现在是 你死我活的地人 如果再这么逗下去 那才是你死我活呢 是你死我活 是 我死 可是你凭什么活 行了 周星儿 别装了 你已经没钱了 我现在手上 随时有一个亿里的现金 可以调度 那是以前 你现在的钱 都在刘英手上 你怎么调度啊 就连你朝阳化院二七三七 恐怕都很难输过呀 太有意思了 这种江湖传言 你也会信 你一半的家产都已经没了 这是传言吗 我劝你 剩下那一半 别把他折得蒙蒙 这是 这是 对我们俩合作前景的 效果一顾 你好好看一看 如果照这个设想 你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 我明白了 你是在找机会报复我 如果我要报复你 那我也出一一六千万 占你百分之九十的股份 行了行了 别人不说暗话 说吧 你准备怎么坑我 我劝你啊 把这些资料拿回去 先给律师过目之后 再向我提问题 我来吧 您 您慢慢吃 这味儿是不一样啊 老板 再来一栋小笼包 好的 您在我帐上 好嘞 包子就粉 味道好得很 要好 我想通了 我得换个口法了 好啊 以后再遇到男人 我一定不会为了钱 只为了心 你要是真这么做的话 那会有很多很优秀的小伙子 会正经时宜地爱上你哦 不管那我钱就更好了 又来了 给你来点儿好听的 我们这里也喜欢这首歌 当然 怎么样 快点 来 你 你说什么呀李迪海儿 你真的要跟周星一块儿打造南山啊 喝酒 来 那你真是的这 这不等于是浩子要跟猫结婚吗 我 我怎么听说 苹果和三星要合作啊 真的假的呀 你骗人的吗你 你怎么能办得成呢 你怎么能办得成呢 他给咱们添那么大的麻烦 你平时那么恨他 你也想拍苍蝎似的 就拍死他呀 总是恨一个人 太累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已经让我的律师 把修改好的合同 传给你的律师了 很好 我们的主要分歧 还是双方的占比上 我坚持无误 周星 你别忘了 李海儿的地 比你砸了 而且是背山面水 对不起 像审美这种 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 不能协进合同里 你自己多花了钱 那是你的失误 你不能够 把这种失误 转嫁到海子的头上 我跟他之间的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 咱能支持华家 周星 我想好了 咱们双方合作的股份占比 你溜 我死 不用 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 五五咱俩就算扯平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 如果你们朝阳 需要资金支持 我们朝阳仍然会帮助你们 说什么呢 你对我怎么 从来没那么好过呀 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那我求求你了 你伤害我一会儿 小心 周星 周星 对不起 还有我呢 刘彦国 海南的事也有你的份 我都记着了 但是我暂不追究 可是 我保留追究的权利 说什么呢 坐坐坐坐 孩子 坐坐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块地还在你名下 是 现在国家呀 准备继续大力地开发海南 到时候连带着你那块地 都会活起来 你就不想想 到时候分给孩子跟我一点吗 行 你等着吧 听老师的话啊 蔡老师 我可能要出差就这样子 如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还麻烦你 多照顾庆幸 孩子都这样 你还要出差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我明白了 你是想多给孩子挣点钱 谢谢老师的理解 你就放心吧 谢谢 来 喂 是我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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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好的 坐吧 别乱了 坐吧 好啊 我坐下来 你能怎么看了 其实是你觉得我做不到 他յendi 你到达了 前面就要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看人家派啦 快带去哪儿 那边的真正好 但是他这一次 我决定在承海推行 员工股权分配方案 所有员工 根据他的工作年限 和对公司的贡献大型 进行股权分配 这么说 我们大家都有股份 我们也是老板了 除了工资 我们也能分红 承海上市成功的话 同条一涨 咱们身家就要涨了 对 还没怎么着呢 就乱成一锅粥了 你们刚才说的都对 好 老陈 我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所有的员工当中 你的股份的比例 应该是最高的 我 对 可是我做了那么多 不该做的事 在做的谁没犯过错误 可是那些错误 和你们为承海做的贡献相比 不算是 我犯的错误 是不能原谅的 我犯的错误才不能原谅 我差点让承海倒闭 可你们呢 你们都包容了我 还是任我这个劳动 我现在放过来 我还有什么理由 还不包容你们的错误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春海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住大家 那以后你多加点班 另外公司决定开头海外市场 我想让你去主持 我记得你跟我说 你还要带着儿子到国外去参加培训是吧 对 一级两等 儿子的培训费算我的 别走 我现在才知道 你是最好的人 而我却是你也是浩然 你是承海的元老 我最信任的主持 我的好球体 那你们俩现在 谢谢你们 当初还能幸福 当初还幸福呢 是啊 当初至少有房子 而且 因为现在要换房贷 我跟谢伟啊 工作就更加努力了 现在我跟谢伟 最大的互动活动 就是去那二手房中间看房价 只要我们想去这房价 云层层往上涨 我就觉得这所有的烦恼 全都燕消云散了 开半楼 快 慢楼快 快 慢楼 快 慢楼 来来来 这么多好吃 没风险 这一吃 快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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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尝啊 开饭喽 味道真不错 你尝尝 我说妈 妈咧 妈咧 你这可真是上额叮囊 下来出房啊 可惜我 可惜我 复合型人才都这样 还真不错 还真行 还有什么技能 赶紧给我秀秀 那多了 看着啊 看着 对 一天没个正经呢 你什么又能追上大牙 什么又能追上 马上就追上的 杉然 你没看出来吗 小飞现在对马林 已经很有感觉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呀 刚才马林用过的筷子 小飞接过来 直接就尝菜了 这个女孩子啊 她只要内心 接受了这个男孩子 她就不会 嫌弃她的口水了 你这什么逻辑啊 爱的逻辑 张力 你这儿太可爱了 你听话怎么搞的 你这会儿玩这边好不好啊 对不起 接什么呀 你要是喜欢她 能 有机会咱俩坐一下 怎么坐 待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教你 别说了啊 少而不宜 下手 全家出来了 开饭了 开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做 four 吃饭做二 吃饭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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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回来的这儿好 汤马上就端上来 你在做饭哪 平常都是你给我熬汤 今天和尚端汤上塔 塔滑 咋汤上塔 我怎么这么 这么不适应呢 不是 你也慢慢就不适应 快试试 小心 小心 躺 躺 躺 味道怎么样 没尝出来 扫心 怎么样啊 很香 很香 这叫酒病成医 天天和你和我熬的糖 喝也喝 我小飞说 是你鼓励她 让她去投票的 你 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把我的爱留给你 在寂寞的城市里 在寂寞的城市里 当 你把温柔找去 不会 你说 我们 有这样的过去 有这样的现在 我相信 还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喧哗的城市里 当 你逼卷的时候 有种 回家的温馨 你 有些心在人海中漂浮难定 有些爱在气风中寻觅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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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今天你们来到这里 我想 大家一定都会觉得有一些好奇 看到这个场景 正像是来到了一场婚礼 对吗 的确 玫瑰白衫 都是跟婚姻有关系的 而我们今天 确确实实是要见证一场联姻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两位主角 有请陈海志燕董事长总经理李海先生 以及超阳集团董事长周星先生入场 做得很快 有请陈海志燕董事长 请陈海志燕董事长 在座的每一位 可能都像我一样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 那么 我们就请他们自己来说一说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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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老是这个那个的 我跟你说 今天你是我的爱人 你不要对着女主持人 色眯眯的盯着看 对这位女主持人 色眯眯的那个人 只能是我 不会是你 而且今天 我还为这位女主持人 带来一件礼物 抓住 在这儿呢 在加拿大的时候 她每天无聊 一直在折这个东西 后来我学会了 现在 我笨手笨脚的 也折了什么东西 特意今天送给她 她必须得漂亮 这个 我们来没有 我怕我们 但是 我们去挑战 我们去挑战 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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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调诺了我们 我们和中兴怎么就走到了一起 是我们共同地 对这块土地的热爱 对房地产事业的热爱 把我们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且今天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决策 要向大家宣布 我们程海之一和朝阳集团 共同决定将把 南山118地跨打造成 全市乃至全国最大 条件最优越 设施最完善的敬老院 好 好 祝二位的事业 活活活活给助你们的感情 长长久久 现在有请两位仙人 为你们共同的事业 南山揭幕 好 好 好 三 二 一 好 好 好 我们年轻这么多年来 见证他们二位 从中国风云 已经一句不离不弃的朋友们 上台 三名就起来啊 好 一 二 胡姐 还有我们呢 等一下 老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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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回来了 这绕了一段圈啊 最好的还是咱们 中国 快来啦 老义堂 来 希望还能好啊 大家一起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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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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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